近日,广州长龙野生动物世界传来喜讯,全球唯一大熊猫三胞胎中的老大萌萌顺利缠载。 新生熊宝备受宠爱。 6月18日凌晨3点38分,大熊猫猛猛在怀孕128天后,顺利产下一胎雌性幼崽。 小崽出生后,叫声嘹亮,外观正常,健康状况良好。 动物保育专家介绍,小崽出生后,萌萌很快就适应了妈妈的身份, 会把幼崽轻轻叼起来,涌入怀中,需要移动的时候就咸在嘴里。 在幼崽出生后的前几周,大熊猫妈妈萌萌几乎寸步不离地照顾着孩子, 甚至为照顾孩子能不吃不喝。 不过,新熊妈妈也不好当,这份工作萌萌也有不想干的时候。 所以我们萌萌带宝宝可以用随心所欲捋唱新招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 因为随心所欲这一块,他在睡眠的过程中,他不想带宝宝了, 他突然起来,在宝宝四五日零的时候,五六日零的时候就把宝宝扔到地上去, 他到边的时候,四肢一摊开,完了一趴,他自己睡自己的。 刚开始的时候,我们小宝宝还哼哼唧唧一扔地下,还会尖叫, 但是磨合了十来天之后,我们现在萌萌起来把小宝宝扔地下的时候, 小宝宝配合得非常好,阿姨生不坑了已经。 长龙野生动物世界的保育团队每天对幼崽进行体检,详细记录各生长数据。 截至7月1日,熊猫宝宝体重已达423.5克,较出生时增重245.5克。 粉色皮肤上长出了白色的绒毛,眼圈、耳朵、肩带、前后肢都已经开始变成黑色。 据介绍,幼崽诞生的前一周到满月这段时期最为关键, 一刻都不能脱离观察,甚至连叫声也会特别留意。 同时还要时刻观察萌萌的状态, 以防其不小心调整姿态时对小宝造成伤害。 因为小宝宝太小了,在这种小日龄的时候, 他在创新招的过程中,我们是非常非常紧张的。 所以有些时候蒙蒙睡觉的时候,超过20分钟, 我们听不到宝宝的声音,我们要到他的身边去摸一摸, 去看一看小宝宝的具体的一个位置。 所以一定要确定宝宝的位置。 感觉今天就熟练很多了。 而此次成功缠载,蒙蒙成为了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2024年的第一个熊妈, 为保护中心其他熊猫姐妹开了个好头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